练习,这边有个题目 题目的话其实主要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就是建立名称 总共会有几个名称呢 总共有1、2、3、4、5 大概会有5个范围 那之后用什么?用F3去存取这些范围 做出底下的这些运算的方式 那有哪些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大概就开启 不过特别主要,请你额外开启 这个档案它没有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在检视与参照里面 额外开启这个档案 就是综合范例的配股数量表这一题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它长就这样 长像这样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先检查一下 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它里面有帮我们先建一些 我看干脆全部删掉好了 等于是重新建好了 不然的话有些有建有些没建 那感觉你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你自己 所以我们从头再来过 那所以这些全部都自己来 那要做哪些? 一,游标放这里 那我刚刚讲过这个名称要叫总发行股数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这个名称贴到这边来 不过我觉得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要把这个名称 对应到这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这边有个定义名称 这个定义名称的好处是 它如果前面有一个名称 它会自己带过来 那这个比较懒人的做法 不然你也可以把这个名称 打到这个按Enter也可以 方法都一样 这一招会比较节省时间 因为它自己会抓前面的名称 帮你把它放到这边来按确定 这个叫总发行股数 这个叫什么? 分配盈余 它自己抓过来 当然也会在这边出现 所以你在这边打也OK 有的时候会找一些比较懒人式的方法 另外的话把这从A到H总共会有八栏 这八栏每一栏都建一个名称 那怎么建比较快? 我刚刚讲过 游标放A3 Ctrl-Sub向右再向下 这样子整个范围选举 我们有A到H有八个栏位 那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因为名称都在上面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帮我建八个栏位的名称 所以刚刚一个两个 占下八个 所以这边应该有十个名称 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 理论上应该没有错 比如说股东姓名 就是这个 然后其他的话大概就一样 那再来就配股数量表 这个范围叫配股数量 所以我先把这个名称Ctrl-C 点两下Ctrl-C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放这边贴上Enter 你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你为什么不用第一名称呢 因为他不会自己抓 所以就是这个配股数量表 不会自己抓过来 所以我干脆就在这边比较快 我会看哪个比较快 选择最快的方法 然后税率表 不过你会发现 配股数量表 它的栏位名称在上面 所以呢 有没有 你如果查询的话 用V6函数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税率表 它的栏位名称在左边的话 请注意 不能用V6函数 除非你把它转字 转字 转字就是把栏位名称放在上面 如果你栏位名称在左边的话 记得 请你用H Luca 有没有 在那个 我们 那个 简式语参照里面 有一个是H Luca 这一个 那前面的H 指的就是Hony Rental 就是那个水平的意思 那那个V的话 就是Vertical 就是垂直的意思 只是水平跟垂直 可以用不同的查询方法 不过理论上 以我们的习惯 通常会把栏位名称放上面的比较多 所以要不你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选起来 然后把它转字一下 应该会 反正就是 这个复制里面 选择性贴上 这边有一个就是 叫做转字 那如果转字之后 它也可以怎么样 把 就是原本的 横的变成重的 也可以 不过 我看你就不要动 反正至少知道有这一个 好 那再来我已经做完了 我们的名称定义 接下来就是要去做 这些 从D栏到H栏 这些资料 就可以很快做 可是呢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 其实 在这边题目都有 比如说呢 我要分配股数 到底 这一个业务人员 或者这个公司的人员 他要 他可以 因为以前有分红嘛 那怎么分给他 就是他的业绩 去搜寻他的配股数量表 然后得到的配股数量表 帮我把它抠过来 那这意思就是说呢 在这边 我们有个分配股数嘛 他的业绩是 1450万 所以呢 我可以从配股数量表 里面看到 他是1450万 所以他应该大于1000 小于2000 所以应该把这个带过来 那当然以前的做法 最笨的方法是Ctrl-C 然后怎么样呢 Ctrl-V贴上 对不对 那换下一个的话呢 890万 应该是这个 所以Ctrl-C Ctrl-V贴上 那当然不是要你这样做啦 不过我发现还是有人这样做的 每天 这样可以做很久耶 难怪事情做不完 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怎么样 你应该用什么 用刚刚我们讲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用查的嘛 那怎么查 不过特别注意哦 业绩 它是以个位数字 这边是以万元为单位 有没有 所以呢 你要比对的时候 一定要把前面的除以1万 再跟这边比对 那比的方法的话 基本上就是 什么方法 我们用哪个方法查呢 查入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用V-R函数 因为它的栏位名称在上面 查的东西在哪里 在这里 除以多少 除以1万 去哪边查 按F3 去这个 配股数量表里面 配股数量表 你有没有找到 在这里 OK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带回来第几栏 不知道 点一下 第1 第2 第3 这个嘛 所以输入到 输入3就可以了 比对方式 可不可以完全一模一样 不可能 有没有 所以要找接近的嘛 找接近的是输入到 输入1就可以了 0是找完全match 因为这边是找接近的 那找接近 它会找接近但不大于 会找小于它的 所以1450万它会找哪一个呢 它会找1000万 它不会往上找 它只会往下找 OK 这个1的话是往下 1400 它不会找2000万 它会找1000万 比它小的就对了 OK 这个有个基本的概念 好了之后 按确定之后 点它两下 全部做完了 应该没问题 而且不用锁完 因为这个固定的位置 那现金股利呢 现金股利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什么 它有个公式 原有股数 与分配股数 所以你可以讲 与的话就加 对不对 总和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 乘是这样 分配于与 那其实 这里 如果你以前 就是用 怎么样 范围的话 你没有定义名称 你很难做 但是如果你有定义名称之后 你直接配合F3 答案就出来了 OK 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直接怎么样 在这边 先等号 等于什么呢 原有股数 原有股数 原来它有的股数 加上F3 给它的股数 分配股数 先加起来 所以外面包一个瓜骨 再除以什么呢 总发行股数 总发行股数 在 在这边 对吧 乘以什么呢 F3 分配盈余 打勾 答案就出来了 向下填满 你想说 这一串 其实不就是刚刚叙述的那一串 所以名称跟那个东西 是可以怎么样 变成比较可以理解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用定义范围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了 你还在那边看来看去 还把它印出来 然后比对一下 这个在哪里 这个在哪里 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哇那太棒了 为什么 F3 定义好 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不过我发现 在实际上的工作上面 会用这些方法的人 倒还不算太多 因为很多 甚至你们以前可能连名称是什么 有些人甚至都不太了解 或许听过 但是没有用过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以后如果你懂得用名称 很多事情真的变简单了 根本不用记 眼睛一看F3 F3就好了 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里蛮推荐各位可以这样用 做完之后这些都OK了 其他的话像税率 税率这也是一样 其实这个税率也是什么 原有股数加上分配股数 去用H路卡去查询税率表 然后也是要用0 不过他要的不是地级蓝 而是地级列 横向的 他在逻辑上我想差不多 最后这个就是 扣最后先行 所以F3 F3 这个也是啦 这个RANK 只用RANKEQ排名算完之后 这一题大体上就完成了 OK 请各位序理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利用名称定义先做一遍 所以请各位开启额外的练习档 它不是在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旁边是题目而已 请各位把额外的题目打开 好 那第一步请你在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先把里面已经存在的名称 先全部删掉 好我们重新再做 所以刚刚我们定义了 总共会有12个名称 总发行股数分配与跟8个栏位 还有什么配股数量表税率 12个栏位 先把它定义好 那接下来就开始做刚刚的动作 其实你名称定义好之后 再去看那个题目啦 你就会 应该我想就变简单了 很多事情就一目了然 试试看